朋友们好 我们继续说 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的过程中 毛主席有两大决策 堪称是神来之逼 第一个决策 那就是借力打力 拉苏人下水 毛主席曾经说过 说我们这次抛击金门 老实说 我们是为了支援阿拉伯人民而采取的行动 就是要整美国人一下 美国欺负我们多年 有机会了 为什么不整他一下 现在我们要观察各方面的反应 首先是美国的反应 再确定下一步的行动 我们现在处于主动 可进可退 游刃有余 美国人在中东烧了一把火 我们在远东烧了一把火 看他怎么办 我们谴责美国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 这不冤枉他 美国在台湾有几千驻军 还有两个空军基地 美国最大的舰队 第七舰队经常在台湾海峡 晃来晃去 美国在马尼拉 还有一个很大的海军基地 美国海军参谋长 帕克 不久前 也就是毛主席说这话之前就是8月6号 1958年的8月6号 美国海军参谋长曾经说 说美国部队随时准备在台湾海峡登陆作战 像在黎巴嫩那样 毛主席说这就是证明 这就是证明 这就证明着美国在制造着 制造着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 没有美国的怂恿支持 以及对台湾安全的承诺 蒋介石也好 国民党当局也好 他们断不改 做到那种程度 那么就说 毛主席炮击金门之前的时候 考虑的方方面面 都已经考虑的非常周全 他考虑最大的就是 美国可能的干预 并且这种干预弄不好 是非常强势的干预 就是像美国海军参谋长说似的 美国部队随时准备在台湾海峡登陆作战 再加上他有第七舰队 毛主席是立足于最坏的这样一个局面 就是美国如此干预台海中途 那可不说像今天 什么美国的什么部队的什么情报搜集船到什么台湾了 从台湾起毛了 然后美国的什么三个议员坐着美国的C17大理神什么军用运输机去了台湾了 就是汤过了冲撞了中国最近这些年给台湾和美国设定的所有的红线 过了就过了 你怎么的了 这在58年的时候那个阵势下 那就这太太小儿科了 是不是 那个时候的美国公开承诺是要登陆协航台湾的 昨天我不说吗 58年上半年的时候 38艘军舰横过台湾海峡示威 那个时候美国在台湾是真正的有几千的正规军 现在当然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在台湾也有 只不过对外是说什么什么 什么工程师之类的 帮着出售给台湾那些武器说得帮他维修帮他维护什么的 或者是要保护一下什么美国驻台北的什么联络处 事实上那是美国海军陆战队 那是事实上的美国在台湾的驻军 只不过我们 我们驮鸟啊 我看不见 我眼不见 我心不烦 所以毛主席当初设想到的控制台湾海峡 台海危机这个底线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人直接大规模的干预 那怎么办呢 以中国当时的这个三军力量跟美国呢 确实是没法抗争的 毛主席就想到了借力打力 依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 拉苏联做帮手 以此威慑 遏制美国人的决心和行动 尽管1950年年初 毛主席和斯大林之间 生成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这个规定了双方共同的责任和义务 但是毛主席知道 因为当时赫鲁巧夫这些为首的苏联领导人 根本不同意中国方面 在台湾问题上采取过激行动 这是他们一贯的态度 所以他们是断不会支持 这个毛主席他们要炮打金门 这样的一个决策 那怎么办呢 这个驴子不上山怎么办呢 湖南不说就得赶吗 前边拉后边赶吗 怎么样让苏联 这个旅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规定的这个义务和责任 很显然 毛主席知道是不可能事先告诉赫鲁巧夫的 把这个决定要告诉赫鲁巧夫的话 就他那张破作 那就等于告诉了敌人一样 这个炮击金门这个行动就没有突然性了 没有意义了 那计划最后肯定是台思腐中了 但是毛主席和当时的中国就确实需要 这个赫鲁巧夫 需要苏联 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能够坚定的 有力的站在中国这一方面 以一个同盟国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出现在世界舆论和美国人的面前 那怎么办呢 怎么样既不走漏风声 不提前通知他 然后又让他事后履行 乖乖的履行这个条约义务 哎 毛主席 我们伟大的毛主席 就做了极其精妙的设计 毛主席当时不是这个苏联人不提出 要在中国建什么常国电台 搞联合舰队 提出这样一个动议 当时的时候 苏联的这个驻华大使尤金 七月份的时候跟毛主席就已经提过这个问题 当时的毛主席是大发雷霆 后来毛主席想起这个事了 就告诉尤金了 说这个事太大 你根本谈不了这个事 你也说不清楚 你跟我联不对等 什么联合舰队长播电台这么大的事 你得让赫鲁晓夫来 你得让赫鲁晓夫亲自到北京来跟我谈 这个尤金跟国内一反馈之后 赫鲁晓夫说他谈吧那就谈吧我去吧 中国方面就跟赫鲁晓夫说说你来可以但你得秘密的来 先不要公开了你来来话这件事 你要悄悄的进村 那这个利益太大了 说联合舰队长播电台 这赫鲁晓夫听那去去吧 秘密就秘密吧 他就去了 因为这个探讨这些问题 舰队电台这件事 跟军方有关 他就带了国防部长来了 1958年的7月31号 秘密来京 跟毛主席谈这个事 结果毛主席不是带着这个大多数的常委 包括这个贺龙 包括这个什么陈毅 什么这些人 包括彭德怀什么的 这不就都都跟他们见了面了就谈 当然了毛主席没想跟他们谈这事 因为这事关中国国家安全 事关中国主权 毛主席怎么可能跟他谈这个事 所以双方一谈就崩了 连陈毅都上去跟赫罗晓夫 都都都都都都怼上了 是不是啊 你是中将 我是元帅 是不是啊 谈不懂 谈不拢之后 到8月3号 实在是谈不拢 赫罗晓夫就得回去 是不是啊 白来一趟 但是毛主席给他建议 说你走的时候吧 你应该大张旗鼓的回去 就是你毕竟上好像来了 来了之后我们 没有不露 不露风的墙 你要是 回去的时候还是悄无声 偷偷的回去的话 万一以后这个风声传出去的话 你这让世界语论怎么看 你看完了 赫罗晓夫说对那倒也是啊 那怎么办呢 说那你走之前 你得咱们之间得搞一个联合公报 然后你走的时候 得大张旗鼓的公开的回国 赫罗晓夫没办法 那行啊 那就签吧 就这么着 哎 这个 中苏之间就签订了联合公报 然后他走那天 毛主席带着大多数的常委 和北京市的少年儿童 花枝招展在北京东郊机场 给赫罗晓夫送行 人民日报大版的这个 这个大幅的照片 头版头条的 这两天就登出来 然后呢 也公布了中苏两党 这次会谈的所谓的成果 就联合公报 联合公报呢 当时就明确的写着 说双方在极其诚恳 亲切的气氛中 就目前国际形势中 迫切和重大的问题 进行了全面的讨论 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 意见 神来之彼 这就是沈德方右派学者 沈志华大放决词 说毛主席不按照 世界的外交规矩办事 请着赫罗晓夫来 偷偷请了 走的时候 然后大张旗鼓送人 然后就打进门 让赫罗晓夫都被动 不懂外交规矩 你们这些小幼们 幼稚的 后来我走了 半个月多半个多月之后 8月23号 解放军是万炮 启轰 打金门 不是有人说吗 说这个火力的密度 甚至超过了当初 苏联红军攻打柏林的时候 那个炮火 到了这个城 当场就把这个金门阵地上游戴 包括两名美军顾问 就给打死 美国人呢 美军顾问呢 当场就给炸死 但这个事 始终美国人一生都没敢坑 都没敢坑 做得一心虚嘛 但是随即 美国就在台海 集结了六个航空母舰群 并且在台海部署了一支潜艇支队 和一个空军连队 差不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最大规模的这个海空军的军事集结 这海空军集结的这个规模都超过了 五零年干预朝野战争了 但是美国却没有 进一步的采取 进一步的这个军事部署 尤其是进攻性的这种军事部署 没有 那么究其原因是什么呢 他们也知道苏联纳国是同盟国 他们知道中苏两国之间 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并且他们知道了说 这个看着中国的新闻报 赫禄晓夫来了 官部长来了 中苏官部长和中苏两党头都在一起 这干嘛呢这是 伤了什么 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了 然后赫禄晓夫走了不久之后 就开始打金门 所以他们就认定了炮轰金门 这件事 炮轰金门这件事情 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 中共方面 一定是和赫禄晓夫 他们之间谈妥了 才这么干的 赫禄晓夫一定是对中共方面 做了相当的承诺了 一定会在需要的时候 履行同盟国的义务 于是对于美国来说 这就构成了极大的这个威慑 构成极大的 所以美国人没敢大动作 就没敢大动作 赫禄晓夫是 不是这个谁 当时美国的总统 艾塞华尔不说 三天三夜没睡好觉 就心生忌惮之余 就搞不明白 摸不透毛泽西 到底怎么想呢 摸不清 这个中共方面 这个意图到底是什么东西 但是联系此前呢 这个大陆空军入敏 然后夺取了太海制空权 然后这个海军 也出现了这个福建沿海 陆军啊 什么炮兵啊 坦克部队啊 也都到了这个福建检验 英沙铁路也通了 这个后勤不计都没有问题了 然后这个福建呢 广东啊 新修了一大批这个军用机场 都这些消息他们都知道 哎 那么他们就联系起来 这次炮轰金门 那是不是 他们不仅仅是要解放金门和马祖 弄不好 是不是要大举渡海 解放台湾呢 是不是要打台湾呢 他们 所以尽管他们第一时间 说派出六个航母战斗群 就是第七舰队调过来了 就在这儿嘛 就赶紧到了台海 然后从 住在地中海的 直接要干预这个 中东那个识别事件的 那个美国的第六舰队的 绝大多数的舰之一 也都抽过来了 第一时间抽到台湾海下 就说那个时候 已经有第七舰队的全部 和绝大部分的第六舰队 集结在了台海周边 台海周围 那么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中东的紧张的局势 一下又缓和下来了 所以爱尔森豪尔 爱尔森豪尔和美国当局 在这点就是被毛主席 给彻底的摆弄 给调动 毛主席说要支援 中东人民的斗争 你看真就支援上了 真就减轻了 他们极大的压力 把美国人从那边 这个这个军力 巨大部分的军力 调动到了台湾海下这边了 尽管如此 但是因为他们心有忌惮 他摸不清意图嘛 所以同时 爱尔森豪尔和美国政府 当时也确定了 对台湾仅仅是协防 方针就是协防 原则就是坚决不能与中国大陆 发生正面的对抗 毛主席这边考虑的也是 能震慑你就震慑 能威慑你就威慑 尽量不和美国人 发生正面的冲突 所以你想那个时候 这个都滑解 积极而台湾海峡的 这个美国的这个军力 六艘航空母舰 重巡洋舰三艘 驱逐舰四十艘 航空队两个航空队 就那实力 就那个实力 你先想一想 什么96年台海危机 什么两个航母战斗军 包括最近去年今年 什么一个航母群 你两个航母群 在南海 这是这小儿科 但是就这样 他不敢动 他就摆在这 他不敢动 就这样的阵势 大兵压进 毛主席照打不误 打这个金门 万炮气空 当然毛主席的策略还在 什么 前线请示 说美军 美军舰和蒋舰同时 过来了 护航 往金门运送不及 打不打 毛主席照打不 打 但是提出另外一个原则 就是什么 只打蒋舰 不打美舰 这技术难度挺高的 不是 当时跟毛主席一起 在北戴河决策 参与决策 指挥的 当时是福州军区 第一政委 这个叶飞 叶飞刚刚转到地方去 福州军区政委 就是挂着 叶飞 这个做福建省委 第一书记本来说 福州军区司令还清楚 刚刚认命 还没到位呢 还没到赶 难道说在北京呢 所以对那边情况 也不是很熟悉 毛主席就说 让叶飞到北大河 然后让叶飞参与指挥这件事 因为也都是他士兵长的老部下 指挥起来也方便 没想到 这边照打不误 大炮一响 美舰掉头就跑 这毛主席一下就把美台 什么这个 这个之间的 这个所谓的协防 这个什么美台共同防御 这个条约的底线 给摸一清二楚 美国人能为你台湾去死 美国人能把自己的大兵 为了你 这 这 这 常凯申同学 这两百多万大陆过来的 逃兵 逃将们呢 为你们去 去送令 所以你想这个中美之间 在这个问题 在这个这个这个台海 这个58年台的一场 就这种默契 这真是高手 高手之间过招了 那么强大的美国 但在中国的 和毛主席的决心面前 你看看他 这个底线设定 毛主席也一样 一样把这个底线设定 牢牢的 并且把握的牢牢的 到最后 始终没与美国发生正面对抗 严格的控制了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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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突的烈度和范围 嗯 都是艺术啊 但这边大炮一想之后 这赫鲁晓夫 没着头脑了 杖二和上 下怀 赫鲁子就是胆脚 要怎么是修正主义 他最担心的是什么 说这么搞不世界大战了 惊恐之余 赶紧派格鲁米克 跑到北京来 找毛主席 到底在有事啊 找周恩来 一探究竟 毛主席和周恩来 就告诉格鲁米克 说放心啊 回去跟赫鲁晓夫同志讲 不会打大仗 我们能控制的很好 最坏最坏的 即使中国和美国 真打起来那天 我们也中国会自己 独立承担的 不会拖你们苏联下甩的 目的都达成了 苏联已经在被动之中 不知不觉之中 充当了这样的一个角色了 已经 毛主席和周恩来 把这画放得非常平和 要真打起来 我们自己担心 不用你帮忙 结果回去一汇报之后 赫鲁晓夫知道 那你毕竟是大国 是不是啊 那你冷战 这个滑月头啊 是不是啊 你还得有姿态 你要打成那样子 而那个一方 是你的这个同盟国呀 赫鲁晓夫没办法 知道这个中共的底下了之后 这才有点胆子 然后开始 就给着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就写信了 在信中啊 那就 这这这 严正的警告美国当局 要在台湾海峡 问题上啊 要慎重从事 并且明确的告诉我 艾塞哈尔 就是一旦 你们要敢对中国下手 中国一旦遭受到侵略了 那么苏联会随时 遇遇援助 履行条约业务 都是人情送吧 是不是啊 也知道中共的底线了 不会的 那这这这这戏 还是要唱的 这姿态还是要摆的 所以你看 这毛泽西当时 把美国人和苏联 调动到了什么程度 调动到了什么程度 8月25号 金门炮 823炮战的第三天 毛泽西在北戴河 这个政治局常委会上 说过这样的话 他说我们在这里避暑 美国人却紧张得不得了 从这几天的反应看 什么是要盛似闲情信部 真是在北戴河 一边这个这个这个 搏击风浪 一边悠悠哉哉的游泳避暑 美国人在那边 紧张得不得了 因为悠悠哉哉之中 毛泽西就把台海 闹了个天翻地覆 毛泽西说 从这几天的反应看 美国人很怕我们 不仅要登陆金门马祖 而且准备解放台湾 其实呢 我们向金门打了几万发炮弹 是火力侦察 我们不说一定登陆金门 也不说不登陆 我们相机行事 甚至又甚 三思而行 因为登陆金门不是一件小事 而且关 而是关系重大 问题不在于那里 有九万五千名奖军 这个好办 而在于美国政府的态度 美国同国民党 定了共同防御条约 防御的范围 是否包括金门马祖在内 还没有明确的规定 所以毛泽西说 要试探 他们的条约的到底 这个范围和深度 是什么样子 是不是 美国人是否把这两个包袱 也背上 就是金门和马祖 还得观察 打炮的主要目的 不是要侦察蒋军的防御 而是侦察美国人的决心 考验美国人的决心 中国人就是敢于 在太岁头上动土 何况马祖金门 以致台湾 一直是我们中国的领土 老实说 凡事要抓住时机 这次炮打金门 就是抓住美军登陆黎巴嫩 既可以声约阿拉伯人民 又可以试探美国人 这就是毛主席的大艺术 什么是政治军事艺术 大家听到了炮声 想到是一场战争了 毛主席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是政治 大家想到 说跟美国人谈政治的时候 毛主席想到 我得打几万发炮弹过去 结果怎么样 艾塞浩尔和杜勒斯 美国国情都纷纷出来讲了话 当时的美国当局就下令把地中海的军舰调到太平洋来的同时 这好像是大冰牙进来了 但同时呢 又私下里递过话来提出要在华沙恢复中美会谈 这就是美国人 这就是两个手 一样的两个手 毛主席这一样也给他们准备了两个手 炮打金门马祖的火力侦察目的达到了之后 看到美国人紧张起来了 然后全世界这个舆论也都起来了 这个正义的声音也都表达出来了 支持中东 然后呢 也对中国的这种 点赞 那么随后 中国就宣布 装来就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了十二海里领海 那么毛主席说 美舰入侵 入侵我们领海 我们有权自卫 但也不一定马上打炮 可以先发出警告 相机行事 毛主席说 我们还得准备另外一首 就是通过即将在华沙恢复的中美会谈 以外交斗争配合福建前线的斗争 有武系还要有文系 除了这个武系和文系之外 我们还要有一首什么 就是宣传斗争 毛主席当时不就是 嘱咐这个吴冷熙吗 当时人民日报的总编辑 要大张旗鼓的谴责美国在台湾海峡 制造紧张局势 要求美国的军事力量 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 强调台湾及沿海岛屿 是中国领土 炮打金门马祖 是惩罚将军 是中国内政 任何外国不得干涉 把美国人的底线都给你摸透透的 然后说这是我们内部的事 这是我们内部的事 我是惩罚这个国民党军 蒋介石 是中国内政 艺术 我就经常 我经常有的时候看一些毛主席的东西之后 就是脑子里就是一个词两个字 就是艺术 但是打了 美国人也有举动了 还护航尽管掉头跑 然后那个美国毕竟大病给押进来了 尽管他也有底线什么的 那么下一步是怎么办呢 打了几万发炮弹了呢 这天天把这个机门给炸得浓烟滚滚的 下一步是怎么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接不接着往下打了 接不接是否继续往前出 然后占领领导 接着再往他占领台湾 很多人都在猜 在想 包括这个毛主席 他北大河会议开完之后 不就视察大江南美吗 然后张志忠不就随行 增悉胜 不是请他们阅兵 请阅阅群众 张志忠在这个陪毛主席 南巡的这个路上 就是对台湾海峡这个行为 特别关心 然后呢 他对这个下一步说 这打机门打了这么多天了 怎么还不登陆呢 他觉得这很不理解 就很不理解 张志忠当时的主张就是 说我们现在马上把台湾拿下来 估计是做不到 能力还不够 但是拿下机门和马祖 这不就是已经都熟透了 就摘一杯是不是 果子是不是 然后他还劝毛主席 说赶紧把机门马祖拿过来 机不可施 施不在哪呀 是不是 但是在毛主席这 这不是毛主席的战略 毛主席的战略非常非常明确 什么 就是毛主席的第二个神雷之笔的 大的战略 就是打而不登 断而不死 把金门和马祖 变成了套在美和蒋脖子上的两把脚锁 那真是大手笔 打而不登 断而不死 就是支大炮 但是我不登路 然后呢 这个这个断而不死 就是我封锁你金门和马祖 但是我封锁你是封锁你 把你的后援都给你断了 但是不至于让你们困死饿死 实在不行的时候 我还 比如说我隔天打炮 或者隔两天打炮 或者我告诉你们说 我明天开始不打炮 两天不打炮 你们赶紧让台湾给你们送物资来 战争打的这种程度 打而不登 断而不死 让金门 马祖成为套在美奖脖子上的这个脚锁 这样的话 毛主席和中共就彻底的掌握了这个台海 整个战略的这个主动权 然后呢 对外宣传上呢 还大张旗鼓 谴责美国 侵略我们领土台湾 然后呢 抗议美舰 美机不断的侵犯中国的领空和领海 用这个来后动员全国人民 也动员国际舆论 美国最强大 谁不知道 说美国的飞机总上中国领空 美国的军舰总侵犯中国的领海 你来了我就发稿 我就弄 全世界慢慢就觉得 这美国是不是太太欺负人了 是不是 彻底把这种战争的主动 宣传语论的主动权 就文戏和武戏 这主动权都超似在自己的手里 我想唱武戏我就打炮 我打得过完瘾了 我打到目的了之后 我就给你 你唱一出文戏 我就给你 一会儿花脸 一会儿老生 最后怎么样 杜勒斯 1958年的9月30号 发表谈话 谈话中这杜勒斯 就是这个目的 就是要制造两个中国了 在谈话里就提出 要求中共和台湾 两方面 要同时放弃使用武力 那什么意思 就别打了 放弃使用武力 跟今天差不多 是不是 不希望看武力 武力解放台湾 是不是 不能武统 要保持台海和平和稳定 是不是 同时呢 当时 杜勒斯就代表美国政府 批评蒋介石和台湾当局 你把那么多 不对 你摆到金盆河马祖干嘛 在那当炮灰 是不是 干脆这太不明智了 也不谨慎 干脆你都撤回就得了 撤回到台湾本岛上得了 什么意思呢 这什么意思呢 同时他回答记者提问 有记者就问他 说中共方面做某些让步 如果中共方面 做了某些让步的话 美国对台湾的政策 是否也会有所改变 杜勒斯说 我们在这方面是灵活的 如果我们必须应付着局势 有所改变的话 我们的政策也会随之改变 这就美国人表态了 杜勒斯这个谈话 这几个要点 就是表明了 美国想趁当时那个机会 打扮两个不和平 不好 他就可以 他可以和平 呼吁和平的名气 然后制造两个中国 把台金门和马祖扔掉 这个包袱不卑了 用金门和马祖 换取台湾和澎湖里了 毛主席看透他们 这划好肠子 这伎俩 毛主席怎么说 毛主席对于杜勒斯的这个政策 我们跟蒋介石有共同点 杜勒斯的这个 讲话台湾以后 蒋介石非常反感 蒋介石坚决反对 毛主席都知道 毛主席说 对于杜勒斯的政策 我们和蒋介石有共同点 都反对两个中国 他自然坚持 他是正统 我是匪 都不会放弃使用武力 他念念不忘 反攻大陆 我也绝不答应 放弃台湾 但目前的情况是 我们在一个相当时期内 不能解放台湾 蒋介石反攻大陆 连杜勒斯也说 假设的成分很大 剩下的问题就是 对金门和马祖如何 蒋介石是不愿意 撤出金门和马祖的 我们也不是非要登陆金马 不可 可以设想 做这样一个设想 什么设想呢 让金门和马祖 留在蒋介石手里 怎么样 这样做的好处 就是因为金门和马祖 离大陆非常近 我们可以通过这里 同国民党保持接触 不就是一公里多吗 下班和大小金门倒 什么时候需要 就什么时候打炮 什么时候需要紧张一点 就把脚锁拉紧一点 什么时候需要缓和一下 就把脚锁放松一下 不死不活的掉在那 可以作为对付 美国人的一个手段 我们一打炮 蒋介石就要求美国人救援 美国人就紧张 担心蒋介石给他闯祸 于是对于我们来说 不收服金马 并不影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 光是金马蒋军 也不至于对福建造成多大的危害 反之 如果我们收服金马 或者让美国人 迫使蒋介石从金马撤退 我们就少了一个 对付美奖的凭借 事实上形成两个中国 这大家目光如炬 这才叫战略的眼光 所以毛主席确定的方针 就是让蒋介石 继续留在金马 使美国当局背上这个包袱 时不时时不时 挨上我们踢脚 踢心吊胆 打而不登 断而不死 但打也不是天天打 更不是每次都打几万发炮弹 毛主席说可以打打停停的 一时不打 一时打 一时小打 一时大打 一天零零落落的打几百发都可以 但我们在宣传上 仍要大张旗鼓 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金马打炮是中国内战的继续 任何外国和国际组织都不能干涉 美国在台湾驻扎陆空军 是侵犯中国领土和主权 美舰云集台湾海峡 是蓄意制造紧张局势 都必须完全撤退 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 反对美国霸占台湾合法化 我们和蒋介石通过谈判 解决金马 以至台湾和澎湖列岛的问题 这个大的方针 毛主席就这么确定下来 随后 毛主席就替彭德怀 替国防部长彭德怀起草了 告台湾同胞书 并且公开发表 文告一开始就提出 毛主席怎么写的 当时我们都是中国人 三十六计何为上级 开头就是这样子 我们是一家人 并指出大家都同意台澎金马 是中国领土 都同意一个中国 没有两个中国 毛主席就说 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报告 说这个台湾领导人 同美国人定立的共同防御条约 应该欲废除 正告台湾同胞说 美国人总有一天要抛弃你了 杜洛斯九月三十号 谈话就已经见端倪了 归根结底 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 然后这个告台湾同胞说 就是正式建议举行谈判 和平解决打了三十年的内战 并且宣布福建前线 暂停炮击七天 以便金门的居民获得供应品 但是有个条件就是 不能由美国人护航 毛主义替彭德怀起草的 这个告台湾同胞说 这个文告 是炮打金门 这个整个的这个 这个这个台海危机 应该说这个台海危机 重大的这个转折 从这以后 十月初以后 这个就从这个 以这个军事斗争为主 转入到政治斗争为主 这个政治斗争 包括宣传战 包括外交战 也是对于中国的 这个一个一个回应 杜勒斯 这个十月八号 宣布美国军舰停止 给台湾军队护航 并且承诺 不再入侵 不再驶入金门的领海 然后杜勒斯又万里迢迢 跑到台湾找蒋介石 劝 逼蒋介石要从金门河马祖撤离 蒋介石坚决不答应 不光不答应 反过来又要求这个美国人 要承担 共同防御这个金门河马祖的业务 咱们有共同防御条约 你们要把 金门河马祖也包固进来 你得帮我手 你得帮我防 最后蒋介石和多罗斯 为这事都吵起来了 最后不欢而散 各说各的话 这就是美奖合作 毛主席看在眼里 其实是洗在心上 毛主席说 美奖关系存在着矛盾 美国人力图 把蒋介石的中华民国 变成附属国 甚至托管地 而蒋介石呢 拼死也要保持自己的半独立性 这就发生了矛盾 蒋介石和他的儿子蒋经国 还有一点反美的积极性 美国逼他急了 他们还是要反抗的 过去蒋介石大骂胡适 罢出孙利仁就是力争 因为他们捣乱的靠山 是美国人 最近台北发生群众 打砸美国大使馆 更是力争 美国在台湾的驻军 蒋介石只同意 美国派出 团一级单位的兵力 不同意派失一级的单位的兵力 我炮打金门开始后 蒋介石只同意 美国增加海军陆战队 三千多人 并且要住在台南 毛主席说 我前几天说过 我们同蒋介石有一些共同点 这一次杜布洛斯 同蒋介石找了一顿 说明我们可以在一定意义上 连蒋抗美 我们暂不解放台湾 可以使蒋介石 放心同美国人闹独立信 我们不登陆金门 但又不答应美国人的所谓停火 这更可以使美蒋炒起架来 过去一个多月中 我们的方针是 打尔不登 断而不死 现在仍然是打尔不登 断而不死 更可以宽一些 以利于支持蒋介石 抗美 打到后来 打炮是为了支持蒋介石 我打你是为了支持你 跟美国人 这闹独立性 所以他后来就单日打了 后来这个 单日打 双日不打 后来又单日直打码头 打机场 打一些军用设施 但是这个民防啊 什么城区 什么这些不打 然后 有的时候打的 就是瞎到小闹 有的时候瞎到小闹都不打 就都这个 然后打炮之间 赶紧先通知你 我要打你了 明天基调开始打你 你说这几千年 这中外战史上 有过这样的战争吗 有过这样的战争 有1958年 毛主席筹划的 就是这样的一场战争 毛主席指挥的 就是这样的一场战争 是军事战 也是政治战 填补了世界战史的 战争形势的空白 所以想那个时候 我估计一般人像赫鲁晓夫这样的人 他怎么能不下破打 那么强大的美国 两大战队杀过来 中美双方都处于战争边缘 稍有这个擦枪走火 可能就一场大战就爆发 边缘政策 那是需要大智慧的人 去把握去掌控 所以没有这样大智慧的人 最好自觉一点 干脆别走向战争边缘 你就当缩头乌龟也行 起码安全点 我们几十年不就这样 我们最近的几十年不就是这样 所以敢拿别人政策 对付敌人别人政策的这样 必定是高手 必定是大家 必定是大家 毛旭当时举例子 说辽宅里面不是写一个不怕鬼的故事 用这个例子来解释这个 中美双方都处于战争边缘 然后彼此 真就那种 以示中国的这种战略的决心和意志 说辽宅之一里有个不怕鬼 叫清风 说当时有句狂声叫耿去病 说夜独于荒宅 然后一个鬼披头散发 这个脸上黑乎乎的 然后就进来了 然后瞪个大眼 盯着这个 这书生 这狂声 狂声 看到鬼来了 看钉子自己 哈哈大笑 不但不怕哈哈大笑 然后呢 自己 这个拿着手指头 在那研台里 唬咙脚一边之后 一把自己脸上涂 一把自己脸涂得黑黑的 然后呢 看着鬼也不动声色地冲他笑 盯着他不方 这盯到最后 这鬼也觉得他没什么劲了 哈哈哈哈 走了 走了 毛主席解释 毛主席说说你不怕鬼 鬼也就无可奈何 炮打金门和马祖的经过 也是这样 聊着这些小故事 一场台海危机 万炮齐鸣 大兵压境 山雨欲来 全世界都 都都都都平息 打算看一场大战 即将爆发一场大战 就这样一场深重的危机 从设计到掌控 一直到收尾到结束 毛主席最后 谭孝贤 真是谭孝贤 就以聊斋 一小故事 一段清风 就把这事给你聊完了 令人想往啊 那么从第二次台海危机之后 炮击金门之后 毛主席当时 就根据形势的发展 从实现国家统一 这个最根本的 这个中华民族的 这个这个利益出发了 然后结合在58年之前 就通过曹军人什么的 已经跟台湾都接洽 好几次了 那么进一步就提出了 关于台湾问题 和对台工作的总的设想 那最基本的精神是什么呢 毛主席总结出的 最基本的精神 提出的最基本的精神 就是台湾必须回归祖国 这是原则问题 没有商量的余地 更不会让步 有点像习近平说的 台湾一定要统一 台湾必须统一 台湾回归祖国后 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外 当地的军政大权 人士安排的 听从蒋介石的意见 台湾军政及经济建设费用不足的部分 由中央人民政府拨付 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华 必须带条件成熟 并尊重蒋介石的意见 协商进行 双方互不派特工人员 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等等等等 那就很多了细节 包括跟曹举人谈 曹举人怎么给转达到 蒋师父子那儿的 包括要把庐山都划出来 这个这个这个 等等 就是和平解放台湾 就是要争取和平 解决祖国统一的问题 当然了 就像今天我跟那个李星文文站 在那帖子里跟 聊了一会儿 毛主席从来都是这样 一打粗谈 不是说他妈和平解放了 然后就把自己这边的 这个这个 我们一到解放台湾 大字就就就 就撤了 换成一国两制 统一组 人家对边从来不化 又三民主义统一统一中国 你换了你被动了 你换了你他妈就怂了 你就把你自己的战略底线 就给露出来了 人家知道你 涩利内人 等等啊 毛主席在很多很多 这方面设想 就成为了日后的 大陆对台的工作的总方针 从那以后 台湾海峡双方 国共双方 彼此是心照不宣呢 彼此都是一大粗谈 然后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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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曹巨仁呢 你像这个 到七十年代的时候 你像张世昭 也去香港 跟台湾方面的人接触 谈具体的和平 统一的问题 后来张老先生 不就就就就就 在那去世了 包括陈立夫 假如我是毛泽东吗 在香港报纸上发 陈立夫发文章 这都是这个双方的 这个这个接触的 这个过程中的内容 然后呢 听说六十年代的时候 六十年 六四年 六五年的时候 为了这个这个促进 这个双方的谈判 然后周恩来和陈毅 有一天晚上 坐着一艘军舰 在双方约定的一个岛上 跟蒋经国都见了面 谈了半句 那么到了七十年代 七二年 尼克松访华之后 随着中美关系 开始正常化 那么随着当时七十年代 越深陷越占泥潭的美国的 和国内的反战 内外交困的美国 那个时候已经 基本上是无力顾及台湾了 也没精力去管它了 其实到七十年代中叶前后的时候 中国已经具备了 这个统一台湾的条件 无论是武统 还是和平统一 到七零呢 七十年代中叶前后的时候 八零年之前的时候 这个条件都已经具备了 包括海军 那个时候别这么说 十来个搜这个051上 现在你看那东西好像落后了 但是中国自主研制 第一代这个 这个驱逐舰 那当时按照那个051的那个战力 解放台湾太轻松了 简直 八零年的时候 运载火箭就是所谓的这个洲际导弹 这个实验的时候 那不是就需要有个前提 就是那个护航舰队吗 那时候就051 整个一个舰队吗 护航 然后到南太平洋去打捞 就证明了中国当时的远洋能力 和海军能力的那些 武统没问题了 到七十年代的时候 和平统一那时候 也曙光乍现了 可惜76年毛主席走了 可惜 毛主席数十年心血 数十 二十多年的这个 这个二十多年合并统一之功 毁于邓小平主导的 1979年中美建交 怎么毁呢 大家可以回头去看 我这个此前我有过 有过 这个这个 其实台海局面形成 段小平是最核获手 大家可以看看 段小平中美建交是 做了哪些事 这就是 我们要说的 1958年太海危机 从62年太海危机 说到54年和1958年 尤其最出彩的1958年 还是那句话 毛主席 玩这些东西 就是 独步古今第一人 那就是艺术 第二句话 作为后生的我们 每每看到 这 回头看看这段历史 信生想望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 明天我们讲 1962年 怎么样打阿山 明天见 那边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